第二字枪 等一等 不是这个INTRO 播错了 找到 对啦 这个INTRO 記得沙漠門的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NASCAR 不好意思 剛才有些少少技術上的錯誤 不過現在已經搞定了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 納斯卡鐵路樂性教訓部 第二季第十集的行車片段和車站講解 不過這個其實都是車站講解比較多 因為行車片段以後會交給NR那裏做的 OK 廢話少說 那我們記不記得這個第二季第十集發展了些甚麼呢 其實它這次發展呢 就牽涉了三條路線 就是東環線 發平線 還有一條新的路線叫做綠洲灣線 這一次的發展呢 過了之後 東環線就已經發展到一半了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的話呢 我們之前呢 東環線的北面已經去到圓坑站了 其實圓坑站那邊呢 在東環線角度來講 已經是最北的車站 而在南面來講呢 我們這一集也都剛剛好到了 但是 我們配合這個影片介紹呢 我們的行程是會有少少不同的 雖然 東環線是由這個下陸洲站那裏 繼續延伸過去東南面 然後去到東北的 但是 因為我們有 那邊有比較多的新線呢 還有一些路線的延伸 所以我就決定呢 剛剛相反 我們由 東環線的另一邊 開始 就是頓豪灘站 開始搭過去下陸洲那邊 然後我們就會有 下一半的行程的了 好 大家看到這個 又綠色的 又 粉紅色的 的 建築物呢 這裡就是頓豪灘站了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之典型的高價站 但是對於 東環線來講 其實是一點都不典型的 因為東環線 以你們的印象來講 其實都是比較環繞在一些地面的車站 就是好像很傳統那些火車那類的車站 就是那些路軌 多數是用道渣的 然後兩邊有月台這樣 但是這裡就頓豪灘站就不是這樣了 它是一個高價車站 是因為地形的問題 不是很適合 令到它可以在地面那裡建 所以我決定 它在高價會好一點點 對了 那它呢 是有一層的月台 和一層大堂 現在我們在大堂的這個樓層那裡 對了 那頓豪灘站這裡呢 是有兩個集區 和三個的非集區 我們剛剛現在 是中間這個呢 就是三個非集區裡面的中間那個 換言之在東面和西面呢 也都各有一個的集區 都非集區的 其實集區都對 因為你現在看到包圍住的那兩個集區 就是這兩個了 對了 你大家看到 那月台那方面究竟是質式還是倒式呢 其實它是質式月台來的 我們大家上去看一下 對了 上面是這個的質式月台一對的 其實如果你們細心留意呢 你們等一下會留意到東環線在這個 叫做陸州區呢 或者叫做陸州區的南面 那邊呢 那邊呢 就是 它用的車站風格呢 是類似這一款的 尤其是月台那邊比較明顯 就是你們等一下會去到的 這個深河站座坑站之類的車站呢 你們都會看到類似的設計 對了 那我們下回大堂 我們還有兩句還沒說的 大堂那邊呢 就因為有兩個了 所以我就兩邊放的設施 都有一些不同的 對了 那麼東面的集區呢 就會有這個基本車站設施 和車站控制室的 都給你們看一下 裡面是怎樣 不過你們其實都看過 好多車站控制室 其實差不多一樣的 對了 其實這個都 是不會說有什麼 太大的分別在這裡 對了 都是有傳送 那至於西邊的 集區那裡有什麼設施呢 你們剛剛隱約都看到的了 就是有這個 公式化的廁所 對面有樂勝加咖啡 對了 是非常之典型的 的鋪排來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會搭這個外環呢 就會去下一個車站 就是深河站 英文叫做 Hart River Station 那它是一個 地面的車站來的 那其實設計上 是和這個差不多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 出發了 我們先搞做 Adventure Mode先 這樣我們保險一點 不會弄壞任何東西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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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門即將關上 閘門即將關上 theقد metric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東環線,本班為外環列車 Welcome to the East Ring Line, this is the Outerrain Train 下一站,深河,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Hart River,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等一下,這樣會好一點,大家聽得清楚 現在就是由這個頓河灘站去深河站 雖然是由高格去地面,不過現在主力是高格的 其實整個車程,這兩個站中間的車程全部都是高格的 所以在東環線角度來說是少見少少的 而且這裡的高格是相對闊一點的 即是這個闊度,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即是在屏東去草鳳的球場線那裡,就應該這麼闊 不過將來這裡也是差不多 但是接下來,東環線有一個非常脆怪的現象會發生 你們稍後就會看到,我也會和你們解釋 站在黃線後面等候 好了,這麼快我們就到深河站了 深河站的顏色是由紅色搭這個列車式的 列車式將開出 好,收回到房車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基於懶人包,第三代離站程序的懶人包 我應該什麼都不用做,它自己會生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它真的自己會生的 對了,重點其實不是這裡,重點就是深河站你們剛剛看到 這兩個月台,即是側式月台,一樣長 都是用這一款的Basic加高月台閘門 都沒有東西新的了,不過 你們剛剛看到這個設計呢 就是和頓號攤站差不多 其實這個設計就是說 我想說在這個 東環線在綠洲區裡面 就會主力用這一類的設計來做月台 那都算是一種特色,對不對 對了,那我們深河站呢 就是一個地面車站來的 它從月台那裡算,月台在地面 你們看到在70這個位 其實是和周邊的地形是差不多的 對了,那這個位 那大同在哪呢 大同其實就是在上面 兩邊也都會有出口的 是有一個,是有一個集區 和三個非集區的部分 那你們,其實你們看到有一個集區 是不是? 一個,這裡很大,一個大堂 有一個非常之高的樓底 基本上呢,基本上呢 現代的,現代的地鐵車站呢 應該都不會有一個大堂的建築物 那個樓底可以起到十幾米高的 有沒有? 1,2,3,4,5,6,7,8,9 真的有,真的有十米高的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建得這麼大 唉,亂拼錢 然後被人家說我大白象工程 不過起碼你現在不是南美的喜好 好了 那你們大家看到呢 這個大堂的設施都是非常之齊全的 亦都有齊基本進階的車站設施 那我剛才說的 有三個的非集區 那你們現在看到有一個在西邊 西邊這裡是會直接出去 去南面的路 就是南面這邊的道路 對了,那對面呢 你見到那裏就是有另外一個出口 是不是? 那就是那裏換言之有第二個非集區 那第三個非集區在哪裏呢? 其實你們在這個 右上角的小地圖那裏 都應該見到 見到的了 就是那裏呢 是有第三個非集區 那裏是給這個 這個內環的越台有一個直接的出口 去那邊 北面的路呢 是做未來的發展的 其實這些路就算是未興建 就算是未興建 也都是給了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拼圖 給其他人去參與這個發展 那就是說 就算我動了一個車站 我就不是說只是在外面興建出口就算 起碼起多一點路線 那人家說要 駁路下去我這個車站呢 就相對來說是容易了十幾二十萬倍的 我想這件事應該大家都認同的 只是差了幾時的事而已 不過不要緊啦 就算可能最後真的沒有 那起碼做過啊 不是說真的賞到不得了啊 是不是? 比起以往 但是不要緊 這裏 這裏 是有 這裏是有第三個飛襲區 那它有 本身的 很基本的 你要行車所需要用的設施 例如你有垃圾桶 和這個 礦車領取柱這樣 那大家不要搭錯車啊 我們會繼續搭去這個外環 是會搭回到另一邊的 那其實還有一件事未講的 就是深河站呢 這個車站的顏色 紅色做間 即是紅色做褲 灰色 你當是啦 其實灰色做主 灰色做主 紅色做褲 紅色做間條 聽說好像跟某一個 現實的鐵路公司的某些新車 好像很像樣子 那這個就留給大家自己慢慢想啦 那其實就是完全是沒有這個參照成份的 是因為我認為深河呢 那個深是紅的 大家一致都 即是很多人呢 社會普遍認為呢 你一提起個心呢 或者心臟呢 你就會想到紅色的了 可能是跟血有關啦 心血 心河 不過這個是河來的 所以你會加回一些 加回其他顏色上去 那就不會搞到整個車站 紅得太厲害的嘛 好刺眼的嘛 會加回一些暗色上去做一點點調和 令到這個車站的色彩 即是整個車站的氣氛呢 就不會說太過緊張 那這個車站的什麼不是叫緊張啦 好啦 那我們就會去下一個站 下一個站是一個非常之有引號 意思生引號的車站來的 那為什麼 因為下一個車站是跟這個納鐵的其中一個小片朋友 是有關係的 其實你們大家都應該知道的 如果你們有 大家有跟開這個納鐵的Facebook專頁的話呢 那其實你們大家都知道了 或者你跟我聊天言談之間 唉 知道了啦 如果你是花生的車站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那我也是做好這件事 啊 剛剛我們說說起 等等 車門即將關上 閘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東環線 本班為外環列車 Welcome to the East Ring Line This is the Outterrain Train 下一站 座坑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Agile Pit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對了 那 站名稍後說 就是說 我們剛剛由頓浩灘來 深河站的時候說 接下來的走線是會有一些 有些莫名其妙的 類似什麼的 其實是的 因為 座坑站和深河站 是一個地面車站 理論上應該兩邊的車站的路軌 都應該是地面的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地形太複雜的關係 而且 我特地 是真的很特地 度過了 是真是一個非常 極為精密的計算 深河站 和座坑站 兩邊的接口位 都是在山中間 就是都是在山裡面 但是 這兩個站 的主體結構 就是在山中間 就是 應該說組織一下 就是在這兩個車站 在山中間去建 而兩邊的接口位 兩邊的接口位 在山的裡面 這樣說 就更加通了 那這個是真的要經過一個非常精密的計算 不單是精密的計算 因為我事前度的地 度地的時候 我是要考慮到這一點之餘 我還要 你們剛剛見到 整條走線 是一條直線來的 那就是說 要量度它出來 是非常之困難的 還要是不會影響地面 就是因為這座山 有時候minecraft裡面的山 你都不是說很大的座 那 你真的要把握那些空間 那些 那些起法呢 不會令到說 影響外面的環境 影響得太過嚴重 這樣 好了 那邊的走線呢 就說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哪裏呢 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 永續 座坑 對 座坑站 不是永續 你想想什麼 不過是跟它有關的 這個真的跟它有關的 對了 那是個坑 其實 那個坑是因為我兩個山中間 兩個山中間那顆位 我叫它坑的而已 所以名字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站是跟深河站是有少少相似的 那為什麼我說會有少少相似呢 是因為它也是有三個飛閘區的 對了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飛閘區 都有一個非常之高的樓頂 一個大堂 對面有第二個飛閘區 那第三個飛閘區在哪裡 唉你們聰明啦 都猜到啦 月台吧 是 但是這次呢 是放了在外環的月台 不是放在內環 內環那邊呢 北面那邊的地呢 那我暫時不想動它 暫時保持著自然 那這邊就會做 這邊發展 所以這裡都會有這個直接的出口 其實有兩個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 哪個設計那麼活該 A1A2放在旁邊 那統一它不好嗎 哪個設計的 別管了 最奇妙的就是 A1和A2出口旁邊的C3 真的沒人知道為什麼 其實呢 又不是完全沒用的 這兩個出口拍賣 那這裡你可以直接去 這個 外環的月台 那邊你可以去大堂 可以做其他東西的 假設如果你這裡 入到去 就是 唉呀 有些東西要做一做 其實可以上去那邊 這一邊的橋呢 那邊去大堂呢 是會好一點的 這邊的行人 接駁設施呢 相對來說是完善一點的 因為 就算車站是關閉了呢 我是設計了 這兩條行人天橋呢 是24小時公開的 所以其實整個站是24小時的 但是就是在說 In case真的 如果要關閉一個車站的時候呢 這兩邊的橋樑呢 NR是不會關閉的 一定會是開給其他人用的 那大家不要借口亂過馬路 好嗎 不要理會它過不過 而且它也是沒有障礙的 就是這裏也都會有這個 升降機去到另一邊的地面 唉 真是好該死 真是人起了個 永助的坑 好 我想 都不要玩了 暫時 那這些 到大家 以後 你們來到 那時候再 探索一下 那我這裡就不放請講那麼多 那些都是多數留給卡達那邊的NR郵寄的 那座坑站 它這個所有的設施都放在這邊的主大堂 就是這個叫做二樓的大堂 或者叫做一樓 視乎你怎麼說的 就是月台上面的大堂 它除了樂勝加咖啡之外 這裡其實 所有設施都是齊的 那這邊都有車站和小室 也都有廁所 那一定有廁所 NR150多個站 是有廁所的 是有廁所 以前是一個站都沒有 現在是所有站都有 每個車站 每個車站的廁所 是都有點不同的 你找不到兩個有完全一樣的廁所 我在說著顏色 不是設施 設施一樣 廁所怎麼會知道設施不是一樣 那就是說 如果每個廁所都是很獨特的話 不是說設計 是說設施 那我只是不明白這個洗手 A洗手間有洗手盆 B洗手間沒有洗手盆不通 那不可能的嘛 那在說著顏色 對了 那我呈醒一下 佐坑站是東環線的一個中途車站 所用的 所用的月台的長度 方式 還有那個月台安全門 其實就是和這個 深河站 頓浩灘站 其實是一樣的 那我都講過了 都是因為這個 綠洲區這邊的設計 但是接下來就不是了 因為只有這三個車站 因為接下來下一個車站 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車站 sort of 不過不要緊 大家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對了 這裡我會寫了叫做加高基本雜門 我都知道是小小硬硬的 因為其實 因為我設計的雜門和幕門 就是那 不知道多少款 起碼八款 十款 十一款 不要理 都是用英文來做 做主要的語言來的 所以就中文會譯 你會覺得會譯得生眼一點 如果你認為就說中文 沒那麼順眼 你用說回英文 其實我也是用英文去說的 基本雜門 classic幕門 liquid的幕門 或者叫做逆向aerial的 雜門 逆向aerial沒有雜門 只有幕門 列車即將開出 不過待會 其實你們真的會見到 你們真的會見到 逆向aerial的幕門 對 我都不知道是否那個火箱 也得這麼對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dles are closing 好了 三個地面或以上的車站 你們看了 歡迎乘搭當環線 混搬為外環列車 Welcome to the East Ring Line This is the out-terrain train 偽地面 下一站 淵木群 乘客可以准乘綠洲灣線 Next Station Wooden Abyss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Oasis Bay Line 好我們 差不多了 其實不是差不多 我們現在落到 現在落到 上去到 你剛才能見到那個道叉 其實那裡是直通去這個 綠洲灣線的 啊 將來做不做一個 叫做什麼類似直通運行 或者車部調檔之類的 什麼東西 拿個藉口通了它 那 乘客可以搭搭一下這個東環線 不知道塞金無城搭了去綠洲灣線 這樣 拿來做一下 拿來做Tank都不錯 沒有 其實可以的 三駕和上井沙那裡 你可以玩的 你可以和朋友玩一下 即是你趁朋友 不懂得搭NR的時候 你叫他站在某些位置 然後你按一下按鈕 他不知道什麼事情轉了第二道 看看那部好笑 對 無聊事啊 講得太多 講到到站 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叫做 淵木群站 不是簡體 你啊 我沒有用簡體寫個淵字 這個淵不是簡體 簡體中間是個米字來的 我記得是 都是拿他的重書 我記得我 我記得我學校裡面 有兩 有句對聯 有句對聯 它有個淵字 中間是個米字來的 我都查了一會兒 我才知道那個是淵字 那個是簡體來的 但是 在草書那裡來講 我都不會分的 但是不要理 這裡就是淵木群站 那因為你見到Abyss這個字 你見到淵 淵是深淵的淵 你見到木字 不知道代表什麼 你見到這個車站的顏色 已經是非常之適合反映了 這個車站所講的環境 淵木群呢 你見到木呢 木就是和樹有關 和樹有關就是你會見到綠色 也有木材 那你的淵字就是深淵 有時候一般來講都是非常之暗的 那我就會拿了這個的黑橡木 來做這個的 車站的建造材料 好了 那這裡就是 不是一條線的車站 它是兩條線的車站 現在我們剛剛搭那條的東環線 這兩邊是東環線 是一個 這個叫做分離島式的月台 是不是 那 下面呢 就有綠洲彎線的 下面不是真的一個深淵來的 綠洲彎線 大家不要想那麼多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自從呢 我在這個通域分佈的龍葵站之後呢 我都沒有夠膽做這個深淵 等一下 大刀那種站就有一個 那個大型路線圖 對呀 你心想 對呀 你又忘記了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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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裡就是 綠洲彎線 就是一個新開的線 你稍後會搭和介紹一下它 那這裡就是 綠洲彎線 它的路線編號是17號 但是因為呢 羊毛呢 只有16隻色的嘛 那我覺得已經run out of color 已經run out of texture 那啊 黏筒我又不能用 因為黏筒是給速管鐵路去用的 那我那裡就 拜拜啦 那那些什麼 黃金啊 鑽石啊 那些你已經見到 其實有 其實差不多有了 鑽石就給了入雪線 黃金呢 就給了做道靈線 你記得的話 這個綠寶石呢 就 我沒有打算用它 因為你們會想起大圍線 就是通緣分布的那條大圍線 以前叫大圍支線 現在叫大圍線 不是沙田那個大圍 是很大的圍積 那個窩圍 對啦 那所以呢 你見到我在這裡 就會開始用雙色系的了 就是在這個陽王雙色系 不過在路線圖那裡 就不是雙色系 就會用回一些 好像真正地鐵路線圖那些 顏色的了 那接下來那些線都開始都會用雙色系的 就是在接下來的18號 這個叫出台線 不是出坡 是出台而已 對啦 那條線呢 都應該都會用雙色系的 那 那什麼顏色 我遲些會跟大家講的了 因為大家 將來都會看到的 應該17年它都應該會在這裡 對啦 綠洲灣線呢 就在下面 東環線就在上面 那兩邊的越台都是倒式 一個是分離倒式 另一個是倒式 那你見到 綠洲灣線這一邊 那個越台設計呢 就是有很多Waterfall 有很多瀑布 類似瀑布的物體 然後來做這個車站的柱子 中間都是相差10米 那樣 都是用回這個standard 那它用這個 越台的 越台幕門或閘門的開軍 那開關那個排版呢 就會用這個新式的排版 其實我叫做新式 就是用另一個設計 可能17年會相對來說 比較多 那這個設計就是叫做 其實沒有名的 我想很快會有 相信我 很快會有名的 不過這個多數都是 跟Scripture有關 我猜的照片叫甲國文 但是好像不太好 又有一間公司叫甲國文 那 撞名撞得太多 好像也不太好 對了 那其實這裡剛剛講了 其實我也是順口漏的 就是叫做什麼 逆向 逆向Aerial的越台幕門 其實這個真的是逆向的 那為什麼用Aerial的呢 其實你看到 這裡下面 其實 不是不適合的 其實純粹我想練習 說想用回Aerial的 越台安全門的方式 因為那些長期不用 會關手的 我指的那種 schematic 就是有時候用得 就是有時候 如果太久沒用 我怕我忘記了點氣 那好像不太好 那偶爾也要拿出來 用 那classic的時候 就是用Liquid代替 就是有時候 那 basic 就是用Aerial代替一下 有一樣樣的 對於你們來說 對我來說 可以做一些練習 還有一件事 就是其實 不是我知道的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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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nt的 而是有其他的乘客 跟我反映這個站 原來有一個創舉 這個站的創舉 原來 這個創舉 不是我專門做的 是真的 是他們跟我說 我才知道的 原來 如果計分離 倒式也是倒式月台的話 原來 淵木群站的 東環線的倒式月台 原來 是全NR最闊的月台 我原本想以為 在原坑站 我在原坑站 你們在上一集 都見過 原坑站那裡 那個月台 有幾reticulously wide 是不是 就是有 就是很 很不合情來那麼闊的 就是它闊得很 闊得很離譜 原來這個更離譜 那個是闊53米 這個闊53米 我記得好像闊55 還是57 不過這麼說 那個 那個倒式月台 只是只是倒式來的 一大塊平地 這個上面踢球 這個不行 因為我中間放了一個大堂 然後你說 那原生線 原生站也是 原生線 oh no spoiler 但是大家什麼都聽不到 原生站 ok 原生站 然後呢 都是有一個類似這樣的 分離倒式月台 那它不是都是闊嗎 那沒有那麼闊 我計算 都是只有這裡的三分二而已 都沒有 那裡的月台很窄 就是那裡的車頭 其實很窄 這個不同 這個很闊 是不是 對 差不多這樣 而且大堂呢 就在兩邊的中間 有一個平台這樣 那所有設施都有的了 我記得是除了 我記得是除了六星加咖啡之外 其他設施都有齊的了 就是有廁所 車站控制室 以及這個 基本車站設施 那樣 全部齊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淵木群站就看完了 那我們就會去下一個站 跟著東環線 下一個站呢 就是 棒棒棒棒棒 我們回到下六周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多謝甲勝為我不聽 但待會 我們想聽廣播 對不對 好 關門 車門即將關上 入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東環線 本班為外環列車 Welcome to the east ring line This is the outer terrain train 下一站 下六周 乘客可以轉成法平線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Lower Oasis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Flask Lin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下六周站 你們有印象 東環線那邊呢 就是地面 法平線那邊呢 就是偽地面 我們現在踏東環線 所以會上地面 只不過是整個車程呢 都會在地底這樣 不過這兩個站 其實相對來說 都不是說很遠的 所以說 你搭搭一下都會到的 即是這裡轉一轉的彎呢 都差不多上車 對啦 你看到前面有斜路 上回上去地面 對啦 49 地底下回上地面 那其實我們還有兩個站 還沒看的 就是 間沙灣站 和南嶺站 那間沙灣站呢 其實是法平線 和這個 綠洲灣線 的 轉乘站 咦 那你們就會想到 一樣東西了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你們就會想到 咦 下六周站是2號和8號線的轉乘 淵木群呢 就是2號和17號 間沙灣就是8號和17號 咦 那你就知道好像 鐵木大陸那個大三角 是啊 沒錯 其實這裡 都是一個三角形的轉乘站 但是有不同 鐵木那個叫大三角 這裡呢 是叫小三角 因為那裡 是有六個 同月台轉乘的車站 六個同月台轉乘的車站 其實基本上 小有基本上都沒有了 都是只有我們這裡才夠膽這樣起的 很難起的 其實說起 尤其要對著這個導靈線靠有限的 不要管那裡靠什麼走 但是這裡呢 小三角呢 就相對來說 就沒有這麼複雜 那 就三個車站 那 其實是一個T字型車站 和兩個 Parallel的車站 就是叫平衡的車站 發平線 對啦 我們接下來呢 就會搭發平線 就會去鑑沙灣站 然後就會搭過去南嶺 就是轉乘過去 這個的 綠洲灣線 就會搭去南嶺 待會你們都會回到鐵木群的 但是我們不會停的 那裡 列車即將開出 你看到這裡 去鑑沙灣站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這裡又是加哥Basic的閘門 那我之前那一集 請勿靠近閘門 請勿靠近閘門 歡迎乘搭發平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 是鑑沙灣 Welcome to the Flask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Cansand Bay 下一站 鑑沙灣 乘客可以轉成綠洲灣線 Next Station Cansand Bay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Oasis Bay Line 我們又會落過去這個地底 然後就會上回去 那鑑沙灣是什麼呢 什麼車站 偽地面 但是它是應該會是 鑑沙灣 這個是發平線的 是它現在是尾站 多謝乘搭南鐵 Cansand Bay End of the Flask Line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NR 我們現在到鑑沙灣站 其實它是全NR裡面 現時來說 是最大的 最大的偽地面車站 請所有乘客下車 請在黃線後面等候 因為它現在有四個月台 多數都是兩個月台 一個叫大一點 原生湖站 有三個 但是這裏 是有四個 四個車站 所以它就 所以說這裏最大的 原生湖站那裏的樓底 跟這個差不多 但是這裏就有四個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是同一個方向來的 所以這裏也是一個叫做 逼人落客的月台來的 將來這裏兩邊 南面會繼續去呢 當然可以轉車 左右轉 如果你相反方向的話 你就轉回去後面 但是我都不期望 你會過對面月台 因為這個小三角 這邊跟月台轉成 不要管另外兩邊 是不是跟月台轉成 這邊跟月台轉成得來是平衡方向 你是沒有機會 我夠膽說 你是沒有機會上大堂 過對面月台去轉車的 除非你坐錯車 我假設你沒有坐錯車 一定不會的 假設我給你這個情況 你剛剛由下六周 來到間沙灣 你過對面月台 我當你是沒有坐錯車 就是不會坐過站 你應該都會是轉六周彎線的 是不是 那你六周彎線 那邊的下一個站 就是去淵木群 然後我心想 為什麼你不直接在下六周 下六周站 踏東華線去淵木群呢 那你不會兜路 是不是 就是好像說你搭港鐵 你搭了去美夫 去南昌 你不會在南 你不會在南 你不會在南昌站 轉去這個 東沖線 去禮景的嘛 那為什麼你不直接 在美夫搭全灣線過禮景呢 這個道理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那個都是三角形來的嘛 那個都是 都是三角形 兩個平衡一個T字形 這裡都是兩個平衡一個T字形 但是 沒有抄的 不是抄的 是真的純粹是口袋的 剛剛都是兩個 因為那裡是兩間鐵路公司自己建的嘛 那我這個是同一間 那不是你啊 雖然叫做是這樣 但是不是 對了 這個就是間沙灣站的偽地面車站 就是全NR最大的偽地面 那因為它是偽地面最大的 所以它這個大堂 在地面的大堂也是最大的 你看到它也是特別闊 那闊到中間要加柱的 對了 一條非常之實心 空心 算了我學校的柱都是空心的 那些柱 中間要有柱承托回來 要不然呢 又有些人就說 你的結構是這麼厲害的 因為日本人建的 那是他們才能建得這麼厲害的 那我們 戴回頭盔 雖然真的可以建得這麼厲害 但是 外面的人看都不順眼不好 一陣子 對了 那這裡呢 就會有齊所有的NR的 車站的設備 就是有基本車站設施 和進階車站設施 所以你們剛剛看到 那裡都會有樂性加咖啡的 那有些不同的 因為這邊這個樂性加咖啡 就買完之後呢 就要兩邊分流的 就是這裡排隊 blahblahblah 那樣 要不去 右邊 要不去左邊 那兩邊呢 都會有座位的 也都有座椅的 對了 這樣 可以坐 除此之外 這裡也是有一個 特別的地方 就是 你們會看到 彎月台 叫做 就是 斜的月台 包月台閘門 當然是 其實你剛剛也看到的 就是這裡 會更加 就是這裡都會有 那在綠洲灣線 不是在發平線 綠洲灣這邊 兩邊都是彎的 這樣 就是 自從這個西灘站 愛德華州站 和領后湖站 三個站有了之後呢 這裡就 將會成為第四個啦 是不是第四個 其實我都不太記得 就是我至少記得 是之前有三個車站 如果 如果之前還有其他車站 都是有彎月台的 指證我呢 下面的comment那裏 那裏 不過不要緊要啦 其實這裡有彎月台 其實 很多人都很想要 就是很多人都很想我 起彎月台 都成全他們啦 是吧 好 這個就是 間沙灣站 那我們接下來就會看 最後一個 就是今集 不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車站 我猜 就是 今集 最後一個發展的車站 就是南嶺鎮 它呢 就是綠洲灣線的唯一 一個 單線站 與此同時 這裡就給我一點時間休息 列車即將開出 看著這個行車片段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那我們大約三分鐘後見 因為其實我也還在這裡 車門即將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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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ain doors up 歡迎乘搭陸洲灣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南嶺 Welcome to the Oasis Bay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Southern Heights 下一站 淵木群 乘客可以准乘東環線 Next station Wooden Abyss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East train line 林珍在休息之前 你們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 你們看到的數字牌 沒有特別 然後你們心想沒有特別 這些數字牌就是數字牌 但是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那個數字牌 和後面那支柱 那個顏色落差大了 深色了 因為綠洲灣線呢 也是和淵木群站 有一個淵源在這裡 有淵 有這麼多淵 不是淵加路窄 那它呢 就是暫時來說 在NL裡面 唯一一條路線呢 有MD牌的路線 它是用 另外的材質 去做柱的 不算地面那些石柱 東環線地面有些石柱 不算那些 就是用木來看的話 這裡就 少有是用暗色的 小心遲車越越台間之空規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接著 到了淵木群站 我們就會過去 南嶺 N A A M 南嶺 不是南嶺 就是 不是工人階級那些 車門即將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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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陸州灣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南嶺 Welcome to the Oasis Bay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Southern Heights 下一站 南嶺 Next station Southern Heights 南嶺都有一個地底車站 我剛才其實都講過了 那它這個車站 也是為了 綠洲灣線 墊下 墊定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基礎 你們一會兒都會知道 是什麼基礎 不過其實 你們都可以猜到是什麼 不過是趁這一段 這半分鐘的時間裡面 你們可以想想的 稍微上車 到了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規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是否又是一個AERIAL 看來又有ERROR要處理 又有門三 又有門盒不准 啊 不是有門盒不准 只不過是有一些 玻璃消失了 OK 我想都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 是用一些minor東西來的 這些稍微修理一下就搞定 那不是說有什麼很大的系統問題 其實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離站程序 還有現在結尾的 月台閘門和幕門 都有叫做 自我修復的系統 即是不用說 要真的起皮出來 才可以 維修到 就這樣都可以的 即是就這樣出面 user level 都搞定了 你不用有kernel 太多OS 都是不說 因為我怕 大家都不明白 大家睡著了 OK 那這裡就是南領站 那大家看下去 已經這麼像淵木群站 那我都 admit 是 有點像 那我剛剛說 想幫這個 綠洲灣線去定下一個基礎 那我就決定 就把這個 這個 淵木群站呢 一些特徵 就帶進來這個 這個綠洲灣線的 地底車站的一些設計 大概這個設計 大概這個設計 未來就會成為 這個綠洲灣線的 路線的獨特之柱 一個特色來的 即是有一個很高的月台樓底 其實因為他跟大棠的結 他跟大棠是 是用同一個空間的 只不過大棠會變成一個平台 就不是獨立 就不是說叫做一層 大家互不相通 不是叫通 是兩邊是看不到對方的 就是大棠是可以直接看到月台 月台可以直接看到大棠 這個設計 還有他另外呢 就會用水柱 即是一定會有水 即是爭在他會是 有基於車站的顏色 而有變化 這個意思 而兩邊的月台呢 都是相對寬一點 還有中間呢 一定會有花圃 還有中間會種些樹的 那形合這個綠洲灣線 都是跟樹林有關 因為你綠洲嘛 那你沙漠裡面綠洲 你綠洲沒有樹 就很難叫綠洲 是不是 那就是這樣來的 對啦 你看到這裡有花草樹木 有花 是下面那種草 花草樹木 對 就是這樣 而上面呢就是大棠 大棠 大棠 那因為就 如果是用回 如果按這個月台比例的話 這個大棠沒有那麼寬的 但是 如果不是太窄了 大棠太窄了 放不到任何設施 所以我只要把大棠呢 就要強行加闊一點點 闊回到這個 冤木群站那個大棠 那個平台一樣那麼寬 那你覺得其實這裡的空間 好像是鬆動一點的 那因為綠洲灣線 因為 因為冤木群站那邊的大棠呢 有很多連接位呢 都會去到這個 東環線的同一層的月台 但是這裡不是 這裡沒有 就這樣大棠而已 所以這裡的空間會鬆動一點 那它放到的設施 都是可以這樣 這樣放 而左右兩邊有出口 那 那 其中一邊是 一定有升降機的 所以大家放心 這裡是 accessibility應該都高的 那 未來都會在NRO一些 沒有升降機的車站 完全沒有升降機的 出口車站呢 都應該會有一兩個會變回 做升降機 原生站已經做了 接下來下一個會做的應該都會是 我都數不到 因為其實都差不多出齊了 差不多這樣 那這個就是南領站 就用這個 就用這個 藍色 啊 不是色字 因為我都是覺得 南面是用藍色是 就是差不多 就是叫做有些少許近 因為南面你會想冷嗎 北面是 北面雖然你覺得會是冷的 但是那裡是比較 活潑一點的 南面是雖然來說 是靜一點 對於我來說 其實大家看到磁石 南面呢 就是 如果你看到一 一塊磁石 有北面南面 如果有散顏色的話 北面一定紅色 不用說 南面呢 都有一筆我扶了兩種顏色而已 藍色和黑色 那這裡其實都中了 對 有時會突顯這個特色出來 這樣 還有你們不要把這兩個字 調轉讀 因為如果你們調轉讀 是另一個地方來的 OK 好 應該都差不多了 這一集 那接下來下一集 即是第二季 第十一集 將會是 非常精彩的一集 即是在第二季裡面 最精彩的一集 剛好它也是正中間 它很精彩也很正常的 但是我將會令到它 又這麼精彩 又這麼精彩 我還要看看 可不可以分開拍呢 因為它太精彩了 OK 因為它將會牽涉到 大都會總站的 擴建工程 總站擴建工程會有 有新的路線 不是一條 是兩條新的路線 其中一條是速管 一條是標準的路線 還有一條次標準的路線 即是一條 次標準得來 還要是一條 支線來的 對了 大家應該都會 非常之期待的 其實如果跟在NR專頁 它都開始了 它現在是如火如荼的進行 第二季 第十 第十集的車站介紹行車片段 來到這裡就停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記得關門的朋友 拜拜